大家可以留意本地銀行的股份,尤其是匯豐銀行 實際上大家淡忘了很久 但其實看回美國方面,就算剛剛推出的CPI或者PPI通脹的數據 都是去到一個相當高的位置,明年 其實也很大機會迫使聯儲局在下年開始加息的週期 英國已經是先率先做加息 當然本地銀行未必會這麼短時間跟隨美國上升的息率 但始終看回15年的時間 其實就算美國當時九次加息,本地銀行股份走勢還是比較偏強 再加上匯豐也有回購的動作 所以相對來說,見到股價走勢上比整個大市為之強 投資者看好匯豐,可以留意康倫28447 匯豐康倫28447人生波幅比較低 所以槓桿都比較高跌,接近有10倍 加上2847是6月底才到期,時間值選會較慢 所以若說拿回真的整個月 遇上你惠傑這個比較遠的潛載升幅到55元 這隻28447就算去到農林年底,假設人生波幅不便 這隻28447都提供到超過3倍的潛載升幅